首先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叫圣经与生命进化 就是说我们的人的这个生命 到底怎么样是进化 怎么是堕落 还有怎么样去才能保证我们这一生真正的是一个进化的人生 不要以为说我走的是一个进化的路了 最后结果是堕落的 所以是有没有一个系统去保障它 那么在东方有佛经有老子的这个德道经 那在西方有一本著名的经叫圣经 它由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出场 都同样的重要 但是旧约里面大部分是历史的 新约对于今天的这个世界特别的相应 新约有四本 有马太福音 还有这个路加福音 还有一个马克福音 还有一个约翰福音 全面的这个三个福音呢 都内容大体相似 但是它的核心的机密 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从约翰福音去给大家分享 而分享之前大家要知道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人 实际上我们不停地在给大家纠正 因为你是一个人的错误的观念 为什么 你实际上不是只有一个我 你们平常认为的那个我只是我的身体 叫my body 它不是那个真正的我 但是它也是身我 所以我们第一层的我叫身我 它也是身我 但是它是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身我 这是大部分人现在都迷在其中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心我 还有一个是什么 领我 如果最后最高的那个层次的叫信我 我们通常是研究三个 最后达到最高的修行正果 要达到最后的这个水平 所以是今天西方很多人在讲身心灵 但是我发现他们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脱离了圣经体系 记住 一个体系很重要 就是说在西方 西方目前在欧洲 美洲 以及一些其他的非亚洲区 大部分他们奉行的一部经典 也就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东正教徒等等 还有其他的小教派 所以他们奉行的经典就是圣经 虽然他们翻译的名字不一样 给他们最后的名字不一样 比方在天主教中文里面叫玫瑰经 那么还有在东正教他也是另外一个名字 但是他实际上还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跟圣经体系有很大关系的 就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实际上他抗胆于圣经 他的前半部分给圣经很多是重别的 只是人的名字翻译了一样 那么这个圣经体系 它是个体系 这个体系对我们可以说 今天的东西方人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有些人认为圣经体系冲垮了亚洲的佛学体系 跟道学体系 实际这是不正确的 是没有很好地进行原容 因为很难找到一本皇帝主持 作为主持人进行翻译的圣经 大部分是传教师自己是翻译的 但是佛经传入中国不同 它历次的翻译都是由皇家主持 就是皇帝派千差大廷亲自做主持人 主持一经念 有的多的打上千名高僧 同时在进行议经的工作 所以它相对的就比较完整 跟意思呢 比较直白的翻译过来 可以确保它是圣者本人的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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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